华联人里万善庙4月5号举办了春暖花开的清明祭 所有祭祖法会还有现场直播抽奖活动 特别是莫彩奖品最大奖是Dyson的吸尘器 以及50寸的电视机 非别抽中奖品提供者也就是副总干事杨怡林 还有副主委梁仁祥 这样的巧合让姓众泽泽称其直说是万善爷的神机 而当然两位也都把他们抽中的奖品 再次捐出来给其他信徒抽奖 为这场活动增添许多传奇的趣味性 花莲人里万善庙清明节举办了春暖花开清明祭活动 诸位杨清姬表示 只要认购祭品或者是捐赠香油钱就可以得到莫彩券 4月5号中午12点准时莫彩直播 奖品多达上百份 特别的是莫彩奖品的最大奖 Dyson吸尘器和50寸的电视机 分别抽中奖品提供者 也就是副总干事杨怡林和副主委梁仁祥 这样的巧合让信众们哲哲称其 只说是万善爷的神机 当然这两位也把他们抽中的奖品 再次捐出来给其他信徒来抽奖 我们春暖花开清明祭是我们每一年度4月5号清明节 我们每年都要来这边祭拜我们的祖先 那我想说如果说我们纯粹祭拜祖先 这个就比较单调了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会举办一些摸彩的活动 以及提供我们那个国乐的演奏 让来这边祭拜的所有的我们乡亲 都有能够不同的享宴 不同的感受 他提供的Dyson的无线吸尘器 也是由他自己摸自己种 然后他也很慷慨的把这个Dyson的无线的吸尘器 也送给下一位的幸运的乡亲 特别提供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 供大家摸彩 只有液晶电视由他提供的 但是没有想到他也摸到50寸的液晶电视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 也可以证明说我们万山也有注意到他 为我们万山庙的付出 所以说他有得到这个 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摸彩的结果 主委杨清姬表示 所有的奖项都公布在万山庙的脸书网站 得奖民众可以直接向庙方来领取 杨清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清明祭活动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同时也可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恩之情 纪律会全商报道 所以我们不见对祖先的敬意和感恩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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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